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4年的1月2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广州打响放开限购的第一枪 也不会对房地产下跌的趋势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 财联社2024年1月27日消息 广州打响一线城市大户型限购松绑第一枪 北上升会跟进吗 文章中说1月27日广州市政府发布 关于进一步优化我是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 通知提出了优化限购 继续加大住房保障力度 精准支持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等多项措施 广州放开120平民以上住房限购 通知指出在广州限购区域范围内 购买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以上 不含120平方米住房 不纳入限购范围 由此广州成为一线城市中 唯一对限购政策 从大户型角度进行较大力度放松的城市 目前上海深圳仅对个别区域及特定人员放松限购 北京则并未松动 在放松楼市调控政策方面 去年下半年以来 广州每次都在一线城市中打头阵 由此来看 其他三个一线城市放松限购概率也在增大 一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阅进城 事实上上一轮一线城市松绑潮即是从广州开始的 2023年8月30日 广州宣布执行任房不任贷政策 打响一线城市任房不任贷第一枪 随后深圳上海北京相继跟进 看了一下相关的条款 这次广州放开120平方米以上户型限购 几乎等于是全裸了 放松120平米大户型全广州不限购 只要你有房子备案出租以后呢 就不算持有套数 你可以随便买 商业公寓也不限制转让的对象 对于这个消息 很多房产中介一片欢呼 开始在那叫喊 广州房价又要开始大涨了 深圳上海北京也会如此 他们真是在做梦 房价大涨的基础在哪 有钱人都已经有了好几套房产 正在发愁怎么卖出去呢 他们还会买房吗 他们不趁这个机会卖房就已经不错了 在有现在的有钱人 做生意的不亏损的是草数 大部分都在苦苦挣扎 之前赚的那些钱都在各种信托 理财中被收割了 兜里也比较空 另一部分有钱的群体 官员这几年也是被限制的死死的 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也不敢捞了都很老实 普通打工一族有钱的 IT金融券商都在降薪裁员 有钱人的数量和兜里的钱财都在大幅减少 富人房子本就是好多套 对这种大平层限购与否不关心 至于普通刚需足 小两房都成问题 哪还会奢望120平米以上的大平层 即使剩下一些有钱的 有购买能力 但是根本购不成房价上涨的基础 之前各地房市有价无市 政府缺少税收缺少财源 因此放开限购 就是让房价慢慢下跌 实现软着陆 即使房价继续跌 但是把成交量做上来 财政收入也会得到一定的缓冲 实现软着陆 其现在的市场环境和以前早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放开其实是证明不行了 中共也清楚这次也会是越放开越跌 而且是必然的 只是在下跌的过程中要缓慢一点 要在泡沫破灭的过程中逐步放出利好 忽悠一波接盘侠接盘 给前面的深套者分担损失 上海北京一定会跟进放开限购的 根据数据 土地财政巅峰是前几年 土地财政出让金高达8万亿 各地相关税收高达2万亿 也就是说10万亿的税是土地财政贡献的 作为对比天下第一的中国烟草一年的税收只有1万亿 车企税收最高的吉利纳税只有不到500亿 比亚迪只有两三百亿 现在的土地财政减半 那就有5万亿的缺口 大概需要100家吉利 或者200家比亚迪才能补上这个缺口 中共上哪去弄那么多钱补上这个缺口 因此放开限购不行之后 就是买房送户口 之前不是这样做过吗 北京上海的户口之前吧 在之前房地产低迷的时候 也出台过买房送户口 虽然地段不好是蓝印户口 但那可是北京上海啊 再不行就出房地产税了 当然这过程中公务员教师收入会降 也会裁测一些不必要的部门和员工 就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一套都会回来 高手和专家们又在鼓吹东风来了 这放开绝对不是利好 是没办法了 撑不起也拖不住 由市场调节要硬找路的节奏 于是政府放开限购 让房价下滑的速度缓慢一点 正如疫情放开 大家以为经济会反弹一样 及时只会更差 因为病根不在此 病根就是老百姓 以后30年的收入都被掏空了 都比脸都干净 就是老百姓没钱了 人口还下降 出生率还降低 买房的人也少了 因此这个房地产周期已经到头了 只有住宅地产吗 商业地产呢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消息 财联社2024年1月24日 重量联航发布的 2023年成都商业及物流地产市场报告显示 2023年甲级办公楼市场 净吸纳量低于年初预期 增量需求呈现结构性特征 部分行业退租频发 办公楼租金加速下滑 零售物业市场受零售消费整体回暖 修复影响 空置率同比回落 但空置压力有存 第一财经2024年1月27日报道 现在过剩的不光是住宅地产 住宅地产大量空置 商业地产工业产业园 这些地产项目也是过剩空置的 这些过剩地产又吃掉了大量土地 随着以后人口减少 一些教育规划用地等都会过剩 人口变化 城市收缩 过剩的钢筋水泥混凝土 该何去何从 之前花了那么多钱 建了那么多钢筋水泥笼子 无论是住宅地产还是商业地产 经过20来年的房地产大发展 人们基本都有了房产 现在再加上年轻人口的减少 经济的萎缩 收入的减少 因此房地产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只是政府出手可能会减少下降的速度 但是下降的大趋势是不会变的 我实际上我认识的IBM的 你看看当时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 如果是更深入的话是了不得的 因为咱那时候拿不到共产党贷款 很多投资机会给我的 所有的IBM的高管 现在都是全球的高管 这个所有的IBM高管去盘股的时候 这都是百分之百跟这个原因的 而且后来的科技领域的先知先觉 包括给家族的投资 都是跟这个关系的 而且是我培养了很多很多人 他们都去了IBM 而且我们给IBM帮了很多很多忙 很多很多家族的 不是说我个人的 那么这对我们爆料革命来讲 对我们整个的走到今天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话现在不方便讲 也因为这一篇我们在中东亚洲很多国家 它是一个轮回 就没有当年日本人和新加坡人香港人推荐 他们不可能跟我建立这样的信任 然后由于这些人的信任 后来的投资合作的顺利 你知道当时人家投资没赚到钱 但是人家很多没赚到钱 包括后来各种利益方面的时候 人家都是来坚持支持我 特别是夏平总是让赫老 还有这些全球的通知者 到后来赚到大钱的时候 大家也就根本不在乎钱 就是觉得你文贵安全实现你的目标 这是最重要的 就从过去的一半利益 或者一半的支持 到后来的完全忽视利益 完全支持 这都跟一系列的这个前期的投资 和建立的人脉关系 和互相的帮助 是有巨大关系 那么为什么今天 看到帕斯的官司的时候 你让你感到很邪恶 就帕斯的百分之百的 就是PAS 就是PAG这个公司诉讼案 它是共产党的走狗 它是西方金融渗透的结果 而且是巨大的力量 它所有的共产党 这场对我们的攻击 司法超限战 不是那么简单的超限 它是政治经济 过去历史一系列 对我们信用的破坏 因为它了解我们的强大 它是想破坏我们的信用 整个系统 大不过我这几十年 建立的所有的信用关系 和这个基础 那么IBM当时 是对我们的整个领域 带着这么多的投资 它是向全世界讲述了 真实郭文贵的故事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西方国家 特别欧洲国家 这些关系都是老关系 过去都是一些普通的人 现在成为了国家领导人了 它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